在正版第71集中泰坦三巨头被一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威胁的排弹马桶人给拖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导致发现昆曼逃跑路线的监控人因为没有顶级战力坐镇而被屠戮 等到泰坦三巨头赶到时已经追悔墨迹 之前有同仁作者制作了假如泰坦提早赶到堵截住马桶博士的作品 因为实力的差距 马桶博士根本就没有机会伤害音响歌和无双战神 直接被泰坦三巨头给灭掉 这样就可以救下无双战神和音响歌改变他们死亡的结局 相信会有人喜欢这样的结局的 所以同仁作者再接再厉又制作了假如泰坦狙击了昆曼的作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此时泰坦三巨头还没有赶来 马桶集装箱先从秘密通道中出现然后飞走了 接下来才是昆曼钻了出来 之前也说过这群监控人有点傻憨憨的 自家老大就在隔壁山头一点点的距离 他们都不知道先撤一下非要拼备于死网破 结果反被昆曼一网打尽 逃跑的路上还收获了一笔不小的战功 可惜这是在同仁作品中 昆曼作恶才刚刚开始 就被远处的偷袭打翻在地上 率先赶到的泰坦电视人竟然还使出轻拿手 将远处的马桶集装箱给抓了回来 狠狠地甩到了地上 在顶级力量面前 这些小卡拉米尝到了被欺负的监控人的苦难 意外出现了 破损的集装箱里竟然走出来一个人形马桶人 更意外的是三架监控战斗机 争先恐后地飞到他面前送了三个人头 假如这是能够升级的游戏 这种妥妥的就是猪队友了 然后更更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之前的同仁作品中 无双战神没有挂掉 所以这边竟然出现在了战场上 非常潇洒地用助塞 吸引了人形马桶人的注意力 配合队友非常轻松地干到了人形马桶人 不得不说戳出来的这个东西真大呀 战斗似乎结束了 剩余的监控人和音响人准备清理战场 但是又出现意外了 之前在阿尔法山实验室里出现过的马桶博士龟 到现在才出现干到了倒霉的监控人和音响人 也不知道太坦们去了哪里 竟然是无双战神飞了过去 主视角监控人也想知道答案 所以他朝集装箱跑过去一探究竟 却正好遭遇了马桶大军 一套帅气的连招耍完后 竟然在集装箱里看到令人震惊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